擠擠擠塞塞塞整條馬路 都是遊客 週末晚間九點多 走在墾丁大街上人潮依舊很多 忍了三個月 在暑假最後一個週末假期 民眾真的動未掉 墾丁人潮大爆發 也讓原警不敢大意派員進行管制 從早到晚墾丁車流大增 警方預估有五萬人將湧進墾丁 比起以往整整多了三倍 每一片生魚片目測大約一公分厚 厚壁湖海產街出現睽違已久用餐 援潮店內座午虛席 防疫有條件內用再鬆綁 一家人同桌用餐吃得開心 想要品嘗美食的遊客 湧進海產街 還有不少人在門口等候 來到墾丁當然不放過水上活動 遊客汐水也玩得好嗨 不只墾丁海景好誘人 搭船前往小琉球 遊客絡繹不絕 我看到玉璽龜上海打開就好了 不要去摸 浮潛解禁 店家總算迎來暑假商機 知名景點花瓶岩堪稱汐水勝地 強看海龜或觀察潮間帶生態 遊客越聚越多 防疫降級加上暑假即將收價效益 讓小琉球人潮再度重現 三立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ielletta 你不要去擦